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日本鹿尔岛台北时间 今天上午发生火山爆发 大量的火山会冲上9000公尺高空 火山碎屑是流到海岸 日本气象厅是立刻发出最高警戒第五级 要求全岛大约有130位的居民要立即疏散 鹿尔岛上的火山曾经有34年的休眠期 但是从去年8月份开始 又出现了火山喷发活动